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00余件珍贵文物陆续出图 成都市清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的发现 为古蜀王朝最后的辉煌 描绘出一幅清晰的画卷 让今天的人们跨越时间 回溯2000年前的古蜀社会风貌 饮食文化 更为员现古蜀末代王朝的历史与文化 提供了有历时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根钢板之间又以钢条焊接 相当于造了一个钢筋底架 同时 为了避免钢板与关体直接接触 在缝隙之间又填充了木塞 在起钓过程中 为了做到平稳 考古人员反复讨论了多次才正式开始 当起钓机将船关缓缓升起的时候 关身底部中间赫然出现了一个长约一米 宽约0.55米的土坑 土坑四周及顶部 用木板合围而成 看到眼前的一切 考古人员惊呆了 这个腰坑 我们以前发现的有只是在我们战国中期的 星都马家大墓发现的一些腰坑 但是星都马家大墓的那个墓葬的形式 它是带斜坡墓道的那个墓广墓 整个长桥的那种就是这个长方形的 狭长形的这种墓葬船关 它下面带腰坑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这个墓主身份没办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进行 但是我们说它应该接近蜀王或者是蜀王家族本的墓地 或者蜀王的一个进行 腰坑 一般是指在墓底中央 墓主人腰部下面的位置有意挖出的小坑 在国内墓前的考古发现中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了腰坑的藏制出现 西周时期 中原及北方地区这一藏制十分流行 直到战国以后才逐渐消失 M154号墓葬中腰坑的出现 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成都平原与中原文化已经有了十分深入的交流和互通 这为古蜀先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融合 提供了有力的作证 考古队员将腰坑内的土样取出后 试图对最上面的一件青铜器进行提取 这是看似最容易提取的一件文物 但考古队员几经努力 青铜器下方似乎被什么东西阻碍着 根本无法拿出来 它这个 因为它和土 它把这个鸭子又挤下边 你想两千多年了 考古队员将气物周边的泥土清理出来 再次试图提取这件青铜器 这时 站在一旁弯腰观察的蓝玉龙 突然有了新发现 当然腰坑著作的很简陋 因为这个船官本身是狭长型的 它要给我挖个四四方方方正的话 它肯定不行 那个腰坑 不论是从各方面讲 它是受这个材质的限制的 它是受这个 就是说墓葬的行政的限制的 所以它就把那个 当时的这个针套在那个斧 盖在那斧上 然后顶里面又放的粒 它就是打烙了它的配套 反正我就想着是 尽量使我的陪葬丰富一点 腰坑内部的泥土 逐渐被清理干净 考古队员发现 青铜器依旧纹丝不动 他们决定从箱子外部动手 看看能否先把外面的尾板取下来 就在工作人员清理尾板的时候 他们发现 这并不是普通的木板 除去淤泥的木板外部 一块鲜艳的红色露了出来 这会是漆气吗 工作人员决定 先将这些疑似漆气的木板取下来 搬回实验室再慢慢研究 经过进一步清理 泥块被层层剥离 青铜器也逐渐显露出了真容 这件青铜器上出现了一条 粗而结实的构建 仔细观察 就像一根夹粗的麻绳 考古队员开始纷纷猜测 这到底是个什么呢 最终腰坑内的所有文物 包括外部木板 都被考古工作人员一一取出 经过工作人员清点 M154号大幕腰坑中 共藏有六件青铜器物 且保存完好 经过专家辨认 这六件青铜器分别为 顶 否 仪 盆 组合成眼的赠与力 其中顶眼上 还有保存完好的漆木器盖子 这些青铜器成套出现 令在场的考古人员 十分兴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否 这个否也不是 属地了当时的器物件 它也是储的呀 包括我们眼 当时来说 这几件器形也应该是进口货 我个人认为 它主要是实用器 它有伴随的力气 它可能从外面怎么样得到 它很珍贵呀 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地生产不出来的 虽然说我们当时说我们蜀官 它毕竟生产工艺方面 我个人觉得 铸铜工艺方面 它还是要呛一点 尤其这么大的青铜器 它肯定非常特别珍爱 对不对 它是这么的窑坑 在M154号大墓的腰坑中埋藏的 是一组完整的青铜厨房用具 从M154号墓葬关内出土的漆木器 腰坑内的青铜器 以及腰坑的设置来看 都显示着墓主人应该是一位贵族 身份地位极高 由于长期处于饱水状态 腰坑环境密闭 青铜斧上混杂的粗大棕绳 在两千多年后的金田 依然连形态都保存完好 而最令人吃惊的是 青铜斧里还存有沉甸甸的液体 这究竟是墓葬渗水 还是两千年前的老酒呢 考古人员将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取出来 送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进行后期研究工作 我们过去很少在这个时期里面 在器物里面发现残留物 这次有残留物 我们可以是不是从残留物 是不是可以分析出当时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是吃的呀 喝的呀 还是什么东西 这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 那个时代古属文的一种生活的 一种特别重要的机会 发现墓葬和提取文物 只是考古工作的前期阶段 同样重要的后期工作则是在这里 工作人员将通过专业技术手段 修复和还原文物的本来面貌 全方位提取其中的文物信息 因为这个器物在现场提取以后 根据这个器物的形状和外观 我们当时拍摄它是一个 深究的一个用器 一个青铜器 当时感觉很重 有很多的液体 我们当时在现场画一领 它是里面可能会有救 今天的话我们把它平盖解开 然后进行取氧工作 那么多小时 没完整 好,我们就从这个红细 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把它撑出来 好,对吧,好 从这个看来,我现在看 它这个液体很轻很轻 石灸的可能性像 也可能是就是地下水清进去了 但是如果这个管子的话 它曾经装过镜 它只要有这个,曾经使用过的话 我们会通过采料骨的这个采集 就是分析 也会判断,检测出来 所以说一点,一定要把它收集进来 收集进来以后 怎么办呢,我们说以后来看 是不是 嗯,嗯 所以你的羊皮要把它收集起 这样子才有 太轻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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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从棕绳上抽出一厘米长的细丝 作为检测样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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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电子显微镜特殊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细细的棕绳丝被放大了几百倍 它的年代和成分将一览无余 由于腰坑处于相对密闭的环境中 六件青铜器除一件增破碎数块外 整体保存状况良好 铜否 铜移 甚至还留有金属光泽 但文物出土后 环境周变 暴露在空气中 极易氧化和损坏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使它维持稳定的状态 文物保护人员 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修复方案 还有这么两个 一个钉 一个锅 我们现在 根据这个 这两个锅的一个形状 或者这个 我们凭借这个 可能估计它是一个针锅 这个针锅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针锅 下面的话它稍微一个针锅 这个的话 真是堵在上面 一个完整的针锅 所以随后还发现一个针锅盖 现在我们重复地 给它做了一个拼队 人家拼借起来 这样的话 还有一些针锅 但是随后 在我们的修复过程中的话 我们可以有依据地把它做修复 青铜器出土后 所处环境遭到突变 若不及时进行处理 就会继续修饰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青铜器的处理工作 首先是表面清理 这件M154号墓葬 腰坑中出土的铜仪 在除掉表面附着的泥土后 青铜器上雕刻的精美纹饰 显露出来 虽然大部分纹饰已被秀实物掩盖 肉眼无法看到全貌 但工作人员使用这种X射线成像系统 对铜仪进行观察 可以清晰地看到 铜仪表面所刻的全部纹饰 其中包括仙鹤 树 针灸的人 线条流畅 姿态优美 我们下集中 感谢我们的语言 我们下集中 line的声明 我们下集中 一个小小小的 巨大并 在表面里来 里面要呈后 把这些随 Ho character 我们下集中 绑合物 这些随 字幕奏露 nurse 顾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青铜器是古蜀人常用的生活器具 在今天已有的考古发现中 它涵盖了古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件青铜锚和尖底盒用来盛放水或食物 这并不是一般寻常人家使用的器物 只有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属人才能使用 这件青铜代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 所系腰带的挂钩 古又称西比 代钩是身份的象征 代钩所用的材质 制作精细程度 造型文士以及大小 都是判断代钩价值的标准 此次双元村墓葬群还出土了几件特殊的器物 这颗蜻蜓眼珠 是类似蜻蜓复眼造型的圆形玻璃珠 源于西亚和埃及代表着神的眼睛 古人认为能驱走邪魔带来平安 在春秋时期传入我国 并逐渐受到了当时贵族的喜爱 它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传统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 它跟湖北 跟关中 也呈现出一些很多相似的一些因素 尤其跟楚的关系非常的明显 那么巴蜀与楚的关系 那个时候的关系是极其特殊的 据此 我们似乎能揭开一幅古蜀国的生活场景 广袤的成都平原上 开放而繁荣的古蜀国 对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 采取着包容和接纳的态度 楚国 中原 三晋等地 精美的青铜器 以及深远的文化 翻山越岭来到这里 滋养出古蜀国独有的文化根基 这里的人们充分享受着当下的生活 并用勤劳和智慧 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古蜀文明 双园村墓葬出土的生活用具中 除了青铜器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生活器具 陶器 在编号M185号墓葬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 这组陶器应该是最丰富的 那个气形没见过 它就看底下是什么 每组那个是底座扣起的 那个一般是什么陶鬼之类的 那也是一种底气 在考古现场 冬季因为土壤上洞 一般无法进行工作 只有春秋两季 才是考古发掘最好的时间 但对考古队来说 在这样没有丝毫遮蔽的野外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焦阳似火 考古队的工作永远只能抢 不能停 随葬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会加速氧化损毁 M185号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 也是在这样加速 又步步谨慎小心的过程中进行着 像这种喇叭口罐 像这种大口火 像尖体斩 这种在我们以前的气形 很常见 我说这种两种气形 我在八十淘气都没见到过 我说它有可能是外来的 这就是一种红像的比较 这种三种你看它 它比较长口的 它中间有陶素的 有纹饰的这种 是吧 它上面还盖了个盒子 口园 因为这个现在的气形摆在这 我们还不一定把它看到 看清楚它 是吧 我们都把它回去齐取 人家就碎了 我们还要把它修复完整 才能完整地看出来 因为现在陶气经过两千多年 它易碎得很 这种袈裟的缝制的陶 易碎得很 是吧 这肯定要碎 陶气经过两千多年的地下时光 早已挤压变形 变得脆弱不堪 它们与周围的泥土 粘连在一起 轻微的碰触都会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伤 提取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最终考古队还是选择 剥片的方式逐个提取 再进行后续修复 就是说我们回去 已经裂了 已经裂了 没万年好薄 好薄 它台质太薄了 这整体要套箱 现在要木工 工程很庞大 这不是一两天 就把能套箱 能拍回去 要翻沙 你看那边空的 这是下部 下部 还是鬼形起 鬼形起 没关系 你这没法打到 你坐在下面 这个地方 先去这一间 先去这一间 可以 我先去这一间 这一间取后 这本来它是难的 把这一间取后 通过就 这开通过出来的都没有 咱写一间通气 通气 刚才是写了几件 十个丝 提取出来的淘气 破碎不堪 但在考古人 开始在文字缺乏的程度上 它主要靠淘气的风气短带 来鉴定一个墓葬的序列 比如冲修时候的 建立一种标形墓葬 这次我们发现的墓葬 数量众多 淘气有六百多件 如果我们完整地把它修复起来的话 那么给我们考古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冲修时期 人的这种 使用着这个淘气的生活状况 使用着什么 它主要使用着什么气形 双元葱 首先 这个目的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 它反映了 刚好是冲修 晚期到战国中期 这一段时间的人的一种伤葬习俗 这里是位于成都市区的秀川书院 淘气修复室 就隐藏在这座古朴的院落中 由于淘气本身质地并不坚固 长久埋于地下 受到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干扰 更加容易损坏 因此出土的古代淘气 绝大多数都是破损的 在考古界有着石桃久修的说法 这个棺子先堵这个大的地方 就用尼巴把它堵起 最后尼巴还是要取出来 但是小的地方就用纸片垫起来 就把它堵起 在干扰的时候 也就把它那个纸片取出来 最后这个口圆的时候 还是要用尼巴把它除去 最后尼巴也要去 淘气修复的过程 一般有拖延清洗 分解 粘灶 加固 连接 补缺 作色等内容 此外还要根据不同淘气的 保存状态做相应调整 修复淘气的工作人员 需要充分掌握修复方法 和材料的性质 保有十足的耐心和仔细 才能够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为了寻找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王天佑找来了四川大学考古系 人类学博士袁海冰 希望能借助他的力量 破解牧主人身份之谜 袁海冰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 负责此次双元村墓葬中 所有保存较完整的骨骼信息的采集 包括牙齿 骨同位素提取 对于年代比较久远的人骨 因为保存状况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通常呢 就是会第一步呢 是进行人骨的基本信息的采集 你比方说人骨的摆放位置 然后性别年龄 然后骨病理 然后身高等等 我们会在现场进行一个采集 那么对于一些 可能会受到污染的一些标本呢 我们在现场也会进行采集 一般说古DNA标本 然后古代的这种食谱标本 如果我们在现场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都会进行相应的采集 我们第二步呢 往往会进入实验室 进行第一个是清洗 进行这个清洗 然后呢 对残损的标本进行拼接 修复 那么第三步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清洗 拼接基础之上 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处理 以及进一步的这种深入的研究 那么对相应的这种分析检测呢 也会逐步开展 在文物的后期整理研究中 墓葬人骨的检验 对于墓主人身份的判断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里是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 M154号大漠中出土的人骨 已经被远海兵取回这间实验室 进行信息提取工作 我们在这个对骨骼进行整理以后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这个M154 保存有它的右侧的盆骨 因为男女性有这种生育功能的差别 所以说它的这个骨骼形态呢 会跟男性有一些差异 那么通常来讲就是女性的盆骨呢 会比较宽一些 除了盆骨和这个颈骨骨骨以外 我们能看到上肢右侧的饶骨 还有左侧的宫骨 这个是左侧的宫骨 在这个位置 还有左侧的肩胛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还有右侧的锁骨 这些呢 从骨骼发育来讲 也是比较纤细的 比较弱 也更多的倾向于女性的特征 大体上就能判断出 这应当是一个女性的个体 根据双园村M154号墓中 提取骨骼的形态和大小 考古专家初步判断 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 阮海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墓主人的骨骼成分 以及牙齿 向世人透露出了更多信息 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这个M154的这种骨骼的整理 我们还发现了它的下颌 下颌上面附带有六颗 它的这种牙齿 那么从这个揪齿的牙齿 这个魔号使用来看 就是是属于一个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魔号偏轻的一个状态 我们对照我们这种鉴定标准 我们大体上认为 它的魔号在二级偏重 几乎快到三级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综合判定 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个体的死亡年龄 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 M154号大墓的墓主人 在不到30岁的年纪匆匆离世 令考古专家对它的死亡 产生了许多疑惑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现代考古技术 依靠高科技仪器和科学分析 不但可以通过人骨 判断墓主人死亡年龄 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得到墓主人生前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在这个个体的 第一前就齿牙齿的右面上 可以看到 幼稚发育不全的这样一个症状 这种症状呢 就是说反映出这个个体呢 在大概10岁左右的 这样一个成长期 它呢有一些 就是说营养不良的 这样一个生存压力的 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个体的这种 两侧的眼眶上部 还可以见到这个 我们讲的这种 矿上口腮状 样变的这样一种病理改变 这种呢 也是跟它的这种 生前曾经有过一段 比较时间长的这种营养不良 或者营养食物摄入不足 或者说是这个 血量流失过大 造成的这种 这种身体的一个 整体的贫血的一个状况 通过对人骨的科学解析 以及对墓中随葬品的研究 双元村M154号大墓的 墓主人身份 得到了进一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墓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过去我们尽管有发现 但是像清北江 这么一个集中的一个墓地 那么丰富的文物 这种呈现 这是过去是很少发现的 这批墓藏它是 可以会解决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古蜀王国 它的一个社会构成 它的一个等级构成 它的一个跟其他区域的文明之间的 这种联系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批证据 从蝉虫 博冠 衣服 杜宇开明这么一个发展的体系 到我们今天的考古学文化 从宝敦 三一堆金沙 到我们清北江这批墓藏的发现 构建了一个四千五百年这么一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区域的文化是繁荣的 我们的古代 这片土地的古蜀先民 是曾经缔造了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